6 5 4 3 2 恐懼從來都沒離開過 但是越驚就越叫衝 這才叫做勇氣 我們是誰 我們是天地 天地 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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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這隻雞魔 是我們遇過最強勁的對手 我們上吧 你就會朝鮮出道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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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龍 你一個人不夠打的 不夠打 自己不能放棄自己 就算死 我都不能輸給自己 怪獸 看著我 看著我 我不是正宗的 我不是正宗的科班出身 其實我也不太懂得說動畫 我只不過是將一些經驗 不要說竅門 一些小小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上一集 第七集已經講到編劇 編劇這個崗位 已經講完了 我的心得也講完了 這一集 開始進入一些比較技術性的東西 技術性的東西 我不懂畫畫 我不懂畫畫 我所有的資料 都是以我自己作為監製的角度 去吸收 之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是我的拍檔 邱峰導演 邱峰導演 將他的心得的資料 提供給我的 什麼叫造型呢 動畫的世界 影視的世界 它是沒有角色的 沒有角色的 它所有的 每一個系列 每一出電影 動畫電影 電視劇也好 它那個 角色的樣子 是要重新設計的 是要重新設計的 哪怕是 因為好像 這麼像誰的 都是要重新設計的 創作這些東西 可以聽回我上一集 動畫 角色的創作 其實跟劇本的創作 理論也是一樣的 都是由抄襲 模仿 再創作 再包裝 重新 醞釀一個新造型 其實是很難的 很難 不是說沒有 但也萬長無逸 在動畫的製作過程 理論上 當老闆找了一個監製 監製找到導演之後 其實同一時間 找編劇和造型設計 因為始終要演戲 演戲要角色 演戲要角色 公毅肥秀 你都要有個形狀出來 給投資者看 美不美 我電影的主角 美不美 弄個豬油包出來做主角 可能會可以的 我不敢說不行 有些動畫片的主角 是很肉酸的 很肉酸的 在造型師和編劇的合作 其實是要緊構的 當導演知道一個故事 然後他和編劇去研究這個故事 就是要怎樣做 有多少個角色 角色的性格 每個角色的性格 絕對會影響造型 也會影響神情 很多東西都會影響到 正式來說 正式來說 出造型的時候 當然也不會怎樣看劇本 是會看編劇的角色設定 寫一個文字 這個A角色 是多少 什麼 穿什麼衣服 它是什麼性格 造型師會消化之後 就會畫一個圓形出來 當然要給導演看 你心目中的角色 是不是這樣的 它的細節 是不是這樣的 它的裝飾 是不是這樣的 畫出來之後 其實之後的製作 按照標準造型 就會一直延伸下去 下面很多畫手 會照著這個造型去畫 在技術上 一套造型 其實是很複雜的 不是這樣畫出來就算 不是的 一個標準造型 我定了 公毅肥瘦 長頭髮 短頭髮 衣服 顏色 定了 造型師 要出四個面 正面 側面 左側 右側 頭髮尾 頭髮尾 背面 還要出四分三 左四分三 右四分三 通常這些造型 是不少的 不少的 另外就是 出造型 要出高矮肥瘦 高矮肥瘦 不是說你這麼高就這麼高 因為它要跟其他人做戲 所以 通常畫完所有角色之後 會把所有角色拼在一起 後面會有一個比例尺 按照比例去排出來 那角色就會有一個對比 如果不是獨立公仔 去到後面的工作人員 不知道你的比例是怎樣的 如果是男主角和女主角 高多少 或者是女主角高很多 有的 有的 事實存在 所以一定要把 畫好所有造型之後 把比例 攤出來 後面的同事 就會知道 比例是怎樣 透視 因為牽涉到透視 也要做得很仔細的 造型 我做過一套叫風雲訣的動畫 也做過很多 由港產漫畫變化出來的動畫 這樣就不用出造型了 漫畫都有了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不是的 漫畫的造型 動畫的造型 理論上的結構是差不多 結構是差不多 但是其實去漫畫的造型 絕對不可以拿去做動畫造型 為什麼呢 動畫有動畫的獨特性 線條和漫畫完全不同 還有就是陰影位 陰影位 陰影位 另外還有很多細節的東西 已經接到製作的 譬如說你的造型 衣服可能有些細節 有些特別的東西 但是我要考慮一下 能不能動 在動畫裡面的活動情況 能不能動嗎 能不能動嗎 有些東西可能是不能動的 會阻礙著 會穿崩的線 會跳的 尤其是三圍 三圍就是 按照你的手繪造型 然後去見舞 你穿衣服 這樣嗎 直覺這樣 不行 不能動 它是違反物理的理論 大家要磨合的 所以就算 哪怕你的漫畫已經有造型 去到動畫造型的時候 要專門用動畫造型師去調節 要改的 要改的 陰影位 細節 大小 一定要改的 所以不是說一定是 你有了漫畫 那就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 漫畫是有主筆的 主筆 永遠只有一個 但是動畫不是 動畫是很多人畫的 三圍就沒有這個情況 第二圍就有一個情況 叫走形 叫走形 劃一下走形 不同了樣子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標準造型 去讓大家在後面的同事裡統一 無論是 這個是 三圍也好 二圍也好 有一件事 大家可能沒有怎麼留意 但是在我本人來說 我是很重要的 我是很注重的 就是眼珠 眼珠 剛才我所說的 每一個角色的 他們的造型 如果有些比較複雜的結構 是獨立畫這個部分出來的 我記得 跟黃朗先生做《神兵延期》 電影 它的造型複雜到 線條畫得多到 你畫在紙上 可能是這麼大 但是線條已經很密 很密 密得很緊要 不清楚的 要放大它 譬如說這個盔甲 盔甲是怎樣 放大盔甲的部分 要清楚一點 細節要清楚一點 而眼珠也是一個部分 眼珠 大家可能沒有什麼要留意 其實是一個導演教我的 一個導演 一個好的演員 怎麼為止 一個好的演員 就是眼神的懂得演戲 眼神的懂得演戲 所以眼細的演員 是比較接近一點的 大眼的演員是比較著數一點的 因為表達能力比較強一點 去到動畫 也是 眼神很重要 眼珠 日式的漫畫 那個眼珠 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有很多結構 有很多顏色 其實有很多層次 我們所謂叫做高光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眼珠 我們要刻意畫出來 眼珠的造型是怎樣的 美式的動畫 不是的 美式的動畫 那個眼珠很簡單 但是 有一件事 就是眼神的活動 是很重要的 眼神 無論大的眼睛也好 日式的眼珠也好 美式的眼珠的瞳孔也好 他眼神的移動 要對焦 就是望向左右 要對焦 其實這個是造型師那裡 一早就要在神態 你出一套造型 你要出那個角色 喜怒哀樂 畫那個標準造型出來 是無目獨讀的 是沒有表情的 但是要變化 要變化 他就要按照導演的需求 就像導演教人造戲那樣 這個角色笑的時候 他應該這樣笑 應該打在眼睛笑 不是的 他應該是四萬敢口笑的 要做一個神態出來 畫完整個神態出來 因為畫很多 造型師 畫一套造型是不簡單的 不簡單的 是很多 每一個角色都要 每一個角色都要 有些甚至乎是 出場不多 可能是Cat Affair 但是那場戲很重 他都要按照導演的需求 畫出來 當然 後面還有很多人員去幫 例如是技術導演 我們叫做原畫 我們叫做Animator 但是你沒有一個標準 沒有一個意念給他們 如果有他們自由發揮 那就問題了 可能是不同的 因為可能有很多Animator 每個Animator的笑 那方法都不一樣 所以有一個標準 造型就是同一個標準 眼神 在我來說 比較注重 我在做動畫的時候 每一個項目 我都會特別 開一個小組 我估計是R&D 按照這個角色 按照這個角色 眼珠應該怎樣設計 眼珠怎樣設計都很重要 眼神設計都是很重要的 我給大家看一個失敗的例子 看到大家的圖 其實這是一個香港的動畫片 香港人製作的動畫片 都是在內地製作的 我不開名 我不開名 三白眼 你看到有些眼 左右兩邊大小的眼 有些叫做三白眼 三白眼就是 你的眼部位很大 但同胸很小 你看出來沒有神 還有就是 每一個角色 每一個鏡頭 他看的時候 視線不對焦 自己可能大小的眼不對焦 又或者跟隔壁的同伴 所看的不對焦 他就看那邊 你也看那邊 不對焦 其實是武器的 其實是武器的 當然我給大家看 只是平面而已 去到如果真的活動的時候 包括斬眼 包括其他眼神的表演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眼神是很重要 如果大家欣賞動畫就好 如果你欣賞動畫 你看到角色眼神 是不漂亮的話 你是不喜歡看的 你未必知道 但是你覺得他不入戲的話 你是不喜歡看的 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無論是大家投入這個動畫行業也好 或者欣賞動畫片也好 這個是一個比較小小的心得 眼神 眼神很重要 眼神是造型的一部份 造型設計 有時候都會有一個指引 什麼指引呢 就是他之前已經有前作了 譬如說 我在之前說過 就是漫畫 港產漫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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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有既定的造型 只是把骨架 把結構 用技術力調一調 就可以了 但有些不是 有些是真人造型 所以我片頭 介紹給大家看 片頭 其實我是播了一個 動畫片給大家看 叫做《今晚打喪屍》 一部港產片 張繼聰做的 這部電影拍得見仁見似 但是這部電影裡有一段小段的動畫片 其實是做得非常不錯 在我來說是上性之作 非常做得好 因為他的造型 其實是跟足了電影 跟足了電影 他跟足了真人造型 之餘 更加能夠發揮角色的性格 這完全是靠《Animator》 和造型都很重要 造型我大概就講到這裏 但造型來講 佔動畫的製作很少比例 但也是很重要的 造型不漂亮 造型不漂亮 如果造型沒有神的話 整部電影是會抵抗了 我拿到你的故事是挺好的 但是也跟大家說 線條複雜的造型 是未必好的 線條簡單的造型 是未必不好的 有時線條簡單的造型 製作更加難度更加高 我給大家講的例子 小丸子 日本的小丸子 和納不小生 和納不小生 線條很簡單 但是可以跟大家講 無論它的造型 無論它的眼神 無論它的表演 都是一級一等的製作 一級一等的製作 至於美國的動畫 美國動畫的風格 比較是沒有日本那麼跳脫 沒有日本那麼跳脫 所以他們都是 跟真人的影識的比例是差不多 但是美國的動畫 它多數是 風格是注重動作 眼神他們不太注重 所以美國的動畫 沒有日本的眼珠 那些瞳孔那麼複雜 那麼複雜 這個動畫的造型 我講到這裡 下一節就開始講 和劇本同步的 場景 下一節